今天来点很实用的生活小知识 双控开关每个家庭都在用 比如一个开关装床头 一个开关安房间门口 这样在两个位置都能控制一盏灯 特别是在楼层之间最常见 它是如何做到两个开关都能任意控制一盏灯的亮与灭的 今天教你们最常用的一种接线法 看一下你家用的是不是这种 我就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给你们演示 就算你是个电工小白都能看得懂 首先认识一下双控开关 它的结构很简单 背面只有三个短口 这意味着电流有四种方式流过开关 这些都取决于你连接开关的方式 L1与L2为两条分开的线路 中间的COM是它们的共用线路 当我们按开关时如图所示 线路它能在L1与L2之间来回切换 为了更容易理解画图 我们把开关旋转一下 L代表的是火线 N代表的是零线 为了达到最佳的安全性 通常我们开关都只控制火线 现在我们把火线连接到了一楼开关的公共端 然后二楼的开关公共端连接到灯炮延伸出来的零线上 我们先弄明白一点 交流电路中的电流它是没有固定的流向 只要火线和零线通过电灯形成一个电气回路 电灯就能亮 就像视频中这样不用开关 零线与火线接到灯炮两端就能亮 而开关就类似公路中可移动位置的桥梁 回到正题 现在一楼与二楼开关的公共端都分别连接有线了 我们现在需要用两条线把两个开关连接起来 连接方式如图所示 这两条线会随着我们按开关电话 而间隙性通电 好了进入演示环节 现在电流从一楼开关通向了二楼开关 但是在二楼L2线路处断开 没有形成电气回路所以灯炮不亮 我们按一下二楼的开关 它的线路从L1跳回了L2线路 此时整条电路形成了回路灯炮亮了 我们从二楼下来按一楼的开关去关灯 这时一楼的电流从L1跳回了L2 通到二楼处又断了 所以灯又灭了 用这种直观的动画演示应该都看得懂了吧 就是两个开关都能控制一盏灯的工作原理 那三个开关 甚至四个开关又是怎么控制一盏灯的呢 下个视频见